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汪伟政权,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。四年后的1944年汪精卫病死了,而且按照他的要求,他被埋,在了南京中山林旁边。 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,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,也随之灰飞烟灭。日本投降后,汪伟政府中,妙斌首判死刑,继之有陈公伯、楚敏义等人、华北北政府等头目一军被判死刑。 可以说不管大鱼小鱼,罪恶滔天的汉奸基本被一网打尽,然而天网灰灰也有不小心漏网的时候,而且漏的还是条大鱼,他就是大汉奸任元道,其实早年的任元道也是个热血革命青年,不仅参与了武昌起义,还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不过,由于贪婪和欲望,他早早就和军统头目戴笠混在一起,大发奇才,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,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大屠杀,在此民族危亡时刻,致世人人共复国难。 而任元道却独有打算,他利用全数收编了镇江于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,收编了太湖里的部分游击部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泳一万多人马,投靠到为中华民国为新政府梁洪志的帐下,沦为汉奸。 1940年,以汪精卫为首,当时中国最大的三家委政府进行合并,任元道也参与其事,汪海宇已任苏浙外三姓绥靖区总司令,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,江苏省省长等一系列令人扎舌的职位,职位共计有14项之多,几乎坚全了汪伟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,任元道居然在几个月之前察觉不对,率军归顺了重庆国民政府。 本来有戴笠在国民政府里保着他,蒋介石也不会拿他怎样,然而不巧的是戴笠居然飞机失事死了,于是他花了几百根金条,打通关节逃往香港。 1949年解放战争后,任元道又逃跑到了加拿大,依靠多年所刮的巨额财富,他花天酒地的享受,直到1980年才去世,享年九十岁。 。